首先来看一下这次首届的中阿峰会 也提出了推进务实合作的八大共同行动 然后建构五大合作格局 这个是由习近平所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要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跑出一个加速度 那习近平另外也宣布说 中方将会在2026年在中国大陆来举办 第二届的中阿峰会 其实这一次他跟巴林的国王 埃及总统还有图尼西亚的一些总统 一些各国的领袖代表 总共22国的这些代表团的团长 集体合影总共27人 大家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镜头 也代表说这个中阿关系又更上了一阶 那这一次的合作论坛 第十届的部长级会议也通过了 这个连串的成果文件 根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 他们说通过了北京宣言 还有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就是2024到2026的行动执行计划 那也代表着中阿要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他就讲说 2030年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日益密切的联系 能够为能源相关的全球贸易增加 将近4000亿美元 所以与此同时 中方也希望表明自己是该地区的可靠伙伴 不会干涉相关国家的内部事务 也不会施压 其实就是互相尊重的一个状态 才会让这个中阿的关系越走越密切 那王爷也提到了 现在中阿关系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所以他们也送往这个中国空间站的旗帜 赠给了阿方 这是中阿友好超越时空的永久纪念 那阿联酋其实现在也有一个中国热 中国风 现在大家开始在学中文 习近平跟阿联酋的总统会谈 也呼吁说要为着这个中东和平 那后来也一起在这个签字的仪式上面 他们提到了说这个阿联酋也是 中方非常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 阿联酋的总统也回应 就是为了阿中两国的人民利益 坚定不移 迈向新的质变 也就是说双方会共同来推进 这个高质量的一带一路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学校都开始在学中文 就是要强化这个阿联酋 跟中国文化的一些人文交流 那事实上现在很多的这些 这个阿联酋的年轻人小朋友 他们的主要外语就是学中文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中文讲的怎么样 大家好 我是爱联酋人 我九岁 我家有六个人 爸爸 妈妈 弟弟 妹妹和我 爱联酋人和中国是好朋友 大家好 平年 平岁 我爱联酋人 我爱联酋人和我 中国是很用的语言 谁知道 几个年纪 我们可能会比英文更加上了 英文比较顺 好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在中阿合作这二十年来 其实他们的贸易额 从2004年的367亿美元增加到 现在目前2023年已经到了3980亿 成长了将近十倍之多 那现在中国大陆他们布局一带一路 的确是看到了非常多的成果出现 比方说像中华投资 2021年直接投资是到了2700亿 比起十年前增长了2.6倍 那双边的贸易总额是到了3303亿 也比起十年前增加了1.5倍 换句话说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跟14个阿拉伯国家跟阿蒙 建立了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跟合作经贸上面的一些关系 达成一个互利共融的新平台 那一带一路过去我们在讲说思路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新的一带一路 包含了经贸 文化 甚至是这样子铁路上面的绵延 那现在加上这个中国大陆呢 已经在这个苏伊士运河跟埃及 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有一带一路这样投资经贸合作 也算是打通了 成为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 最大的投资国 换句话说更加畅通无佐 在这个中欧非这样的一个连结上面 感觉上面已经所有的节点 通通都已经 中国大陆已经透过一带一路 都已经布局完成了 要进入地中海 所以他就一定要进入北非 阿拉伯世界跟中东 的整个阿拉伯穆斯林的世界 那这个是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为过去在意识形态 在宗教信仰方面 因为过去共产党 它是主张无神论 到今天为止 共产党员也是无神论 但是在中国的民间里面是可以有信仰的 这个是有区别的 就是共产党员跟民间 它是区别出来的 那但是在早期的时候 由于阿拉伯世界 他们在这点 他们会担心 因为他们是有神论 他们是一神论 所以他们本身会担心 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的深 可是你看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 那现在中国大陆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绝对不是过去所能想象的 在北非阿拉伯的世界里面 例如说埃及 阿尔及利亚 在图尼西亚 摩洛哥 你看都站住脚了 然后再往中东的时候 你看从不管叙利亚 伊拉克 阿拉伯 阿联酋 那这样一直延伸下来 甚至到伊朗 都站住脚了 在这一次的会议中 他们充分地展现出 中国大陆跟阿拉伯世界的 高度的互补性 而这一次的互补性 那么使他们的关系 就更上一层楼了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他们首先的五大合作领域中 有包括创新科技的合作领域 这是阿拉伯世界的国家 或是政治领袖来讲 他们最迫切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石油有用完了一天 那用完了以后怎么办 是不是要回到过去的 更早以前的 比较贫穷落后 或者是要做贸易 要再回到他们以前 以贸易立国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那他们需要这些 创新科技的这些发展 中国大陆可以满足他们 那他们最庞大的是什么 金融 所以在这个金融合作的领域中 大陆要往前推了 也就是强化本币的交易的问题 再强化这个清算银行 也就是说不再走这个SWIT的系统 他们彼此之间的本币交易 用彼此之间的清算银行来取代 这样的话 美国去掌控了解 阿拉伯世界 还有中国大陆 他们本身的另外的一套 经济金融情报 美国就失控了 他就完全没有办法 掌握了 因为美国能掌握的 就是透过SWIT系统 来掌握全世界的金融活动的情况 那这一个大区块里面 你想想看他们都是能源大国 所以有能源的合作 所以你看在整个领域的合作中 一步一步铺开 随到其成了 那现在就是守成果的时候 接着中阿的峰会 2026年马上要召开 我相信他们会有更多的议题 再往上走一层楼 越到了选前 越疯 首先先来看一下 这个川普 也被认证了 现在是法院宣布 34个罪名全都成立 也成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位 被判犯有重罪的总统 那川普是喊冤 他说这是被操控的审判 所以在这个法院宣布 罪名成立的时候 其实川普呢 他是双眼直视前方 皱起了眉头 还抓着儿子艾瑞克的手 走出了法庭 那脸色是蛮难看的 脏红了脸 那父子俩都显得心慌意乱 面对到媒体的时候呢 他是讲说 这个真正的判决是在11月 也就是大选的时候嘛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讲法 这是一个了性格的判决 这一判决 这一判决选 打架选的判决 被判决的 корrupt 这一判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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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判决选 我勉拥命 我勉拥命 这样的判决出炉 其实你看到像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他也是共和党的嘛 他讲说这个判决是美国史上耻辱的一天 川普会就这个荒谬的判决上诉 我相信他可以胜出 那拜登的讲法就讲说 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 阻止川普再次入主白宫 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投票 那这样的判决出来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大家的投票的这个倾向呢 根据民调显示 只有67%的登记选民表示 如果川普在封口费上面的审判 是被判有罪的 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看起来 这个美国的大选呢 怎么越来越疯狂了 比方说川普他才刚喊完说 如果台海有出现一些战事的话 他不惜要来炸北京这件事情 也让大家觉得说 真的是很疯的一番谈话 那昨天封口费的这个审 庭审法庭也变成了另类的打卡胜地 很多游客是凌晨去排队打卡 那BBC又讲说受理此案的纽约曼哈顿刑事法庭 最近法院变成了国内外游客的打卡胜地 那法院每天要接待数百名的游客 许多这个观摩者是凌晨就在这边开始排队 一等好几个小时 要等位置比较好的地方 那就是当然这个主要还是要留给这个记者 跟律师之外 还有一些座位是预留给 就是你有付费的话 还可以卡到一些比较好的位置 甚至还有专门做这种代课排队的公司 现在在承揽相关的业务 那川普讲说这个如果中国侵台会轰炸北京 大陆的国防部也有回应 就说这是丧心病狂 他说这个言论是非常丧心病狂的 解放军有三个不相信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也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所以大陆也是强硬的回应了 川普的这个炸北京之说 那拜登现在很疯 疯在哪呢 他现在竟然呢 就是说 有可能允许这个乌克兰 使用美国的武器来反攻俄罗斯的本土 因为本来他是一直限制乌克兰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用美国的武器来打到俄罗斯境内 也不希望乌克兰就是只能做一个反击跟防御 但是并不能去攻击俄罗斯本土 但现在这个底线是不是也要打破了 甚至美国还揪着其他的西方国家 像是德国总理也同样点头 就说支持乌克兰炸俄罗斯的本土 那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会导致俄乌的战争更加升级呢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家 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教授 他讲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靠着推翻其他政府为生的国家 我们来听听 米国是最多的 和国家人的努力 和了市政策 他们在以体制连力的公司 所以我们有关啊 而市政策 基本上 以国家人的描迹力杆 像大群 这只能说 国家人 哪里 它也必須跟它 或是拜託美國去取得那些國家 我們是一個國家 使用其他政府的活動 判決出來以後 我覺得美國的大選 坦白說我們是看綠了 如果選舉的結果 川普又落敗 而且是稀微的少數的落敗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坦白說有時候還真的是很難想像 那會不會造成了內戰 或是造成更大的一個動亂不安 我覺得這是一個美國的民主制度 事實上在備受一個考驗 11月份我們就知道了 結果會是怎麼樣 能不能禁得住這一場考驗 我覺得美國這個社會已經撕裂的蠻嚴重的 那麼政治狂熱者是越來越狂熱 這樣的一個發展真是不利 那兩位領導人都已經瘋了 不管是拜登也好 或者是特朗普 川普 兩位都瘋了 川普說他要打北京 要打莫斯科 那我們要問你要用常規炮彈 還是要用核彈 那你用核彈 你就違反人類戰爭罪 而且難道大陸或者俄羅斯不會反制嗎 他不會反制打你的華盛頓 打你的紐約嗎 所以這個是請而易見的事情 而他卻在選舉期間講這種選舉的語言 可是講這種選舉語言 其實大家都知道解決不了問題 會製造問題 然後大家會問你說 你選舉語言算數還是不算數 這是一個蠻嚴重的事情 而且蠻嚴肅的不能夠隨便開玩笑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擁有核武的國家的一個政治領袖 竟然把這個放在嘴巴裡面 那拜登也是一樣 也瘋了 他允許烏克蘭去打哈爾科夫 鄰近的俄羅斯的地方 那用的是北約提供的武器 這個對俄羅斯人來講的話 你等於是間接的兇手 那俄羅斯怎麼可能說 我就被你打 然後你提供武器者 我就不會動手 所以已經很明白的 已經鎖定 而且已經告訴你說 我會用戰術核武器 拉夫羅斯今天再度重生 不管我們 可能有人認為說 你不敢 你是核武 訛仗 說你要用戰術核武來攻擊我們北約的國家 你當心我們北約的國家一定會介入這場戰爭 那這個當然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可是問題是有很多北約國家說 對不起 我不給你們玩 到時候我們就退約了 像匈牙利已經比較明顯了 甚至斯洛伐克也搞不好 也會表現出來 那也會有一些國家 他說那我不給你們玩 你們繼續玩 所以相當有可能北約就因為這樣裂解 如果歐盟撿進去 歐盟有些國家也不給你們玩 也可能會裂解 所以當拜登講了這句話之後 當德國法國他們說你可以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把戰爭升級的第一個階段 危險 非常戰爭 以色列跟埃及被說也要開火了嗎 又多一個戰事的延伸 戰據點嗎 因為以色列跟埃及在拉法關口交火了 造成了一名埃及邊境的衛兵身亡 這個開羅宣布的 有一名負責保護拉法附近邊境地區 像這樣的安全的區域居然會被殺死 到底為什麼 現在是以色列軍隊不講說對細節下禁言的命令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對方也一樣相對的低調的情況之下 埃及安全部消息人員只說 以軍多方面射擊 讓埃及的安全人員採取防護措施之後 被對槍援做出了反擊 那反擊之後有人因此傷亡了 那目前喊話說要佔領廢城路線打擊拉法 這個地區裡面根據過年來交戰規則 如果以色列士兵穿越這個廢城路線 雖然還在這個不在埃及的境內 仍然埃及士兵有權向他開戰 那過去呢 以愛過去恩怨非常多啊 包括1968年 1948年阿拉伯跟以色列的戰爭 1973年贖罪日戰爭 或者是1978年埃及總統沙達特跟以色列總理 比金在華盛頓簽了一個歷史性的一個協議 因為協議讓雙方達到了難得 長年以來的終於的和平 所以還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結果沒有想到才隔了三年 1981年 這一位沙達特總統就被刺殺身亡 顯然這個內部的意見也很不一樣 所以當以色列的行為 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所無法接受 跟圍堵的情況之下 因為以色列空襲了拉法的難民營 難民營都是帳篷跟逃亡到處 顛沛流離的難民 死亡人數攀升到45人 有249個人受傷 人間煉獄一樣的狀況 那談雅虎怎麼說 他跟國會說 在拉法儘管我們進的 最大的努力還是發生不幸的意外 所以只是意外嗎 在美國中醫院的民主黨議員說話了 這場空襲是一場無可辯解的暴行 拜登早就該要實現他的承諾 暫停軍事援助 美國國安會只說 平民的死亡令人心碎 但是以色列基右派 已經直接更激烈的手段都出來了 直接向救援物資下手 就人道最基本的 很多的其他國家要送救援物資下去 卻有500名成員的社群平台 負責協調攻擊 發現有物資要送進來 就往約旦河西岸這裡的原住的卡車去襲擊 阻止食物送進去加薩 卡車被洗劫一空就算了 如果自己拿走就算了 食品包裹被丟在地上 見他寧可毀了他 也不讓一般的平民去使用 或者是有水有其他的物資可以使用 要逼死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才甘心嗎 那美國呢 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站得如此緊密 是不是跟世界直接完全對立了 以德意大利國防部長 則是延遲的批評以色列 他講的話已經這段時間以來最重的一句了 他說以色列對加薩地區的平民攻擊 已經毫無正當性 尤其是義大利在野黨五星運動 也在國會要求 政府必須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 所以越來越多的國家 都在鬆動對於色列的行為 正當性的質疑也表達的不支持 他為了懲罰性措施 還命令西班牙領事館 六月起要停止服務巴勒斯坦人 管得很多啦 另外看看川普呢 他則是承諾猶太的金主說 如果他能夠重回白宮 幫助他重新勝選 當然現在要什麼 猶太人有什麼 經費嘛 還有想辦法用經費換來的支持度 在鎮壓大學校園這一塊這件事情裡頭 他會繼續讓運動 倒退25到30年 強力鎮壓所謂的 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 這是川普所做出來的保證 所以看得出來啊 現在美國的現象是如此而以巴的問題呢 只能和平靠誰 阿拉伯國家有沒有可能 阿拉伯國家靠誰來共同的協調出一個可能的方案 發現居然是中國大陸 在中阿國家的合作論壇上 部長級會議在禮拜四就在北京登場了 王毅跟這些國家共同的探討之後 所謂形成的中阿共同聲音 目標是儘快結束加薩衝突 實現和平 那甚至很多要求衝突安理會的呼聲 駐華使節當天還表示說 希望中國能肩負起重責大任 讓世界和平需要新的秩序能夠產生 賴教授以哈的衝突現在已經延伸到了 跟埃及之間有沒有可能不小心擦槍走火 擴大戰時 我覺得以色列已經燒紅眼了 他跟埃及的交戰 他侵略了這個廢城走廊 在這個區域中造成了雙方的衝突 以色列真的是很不治 原因很簡單 新奈半島跟以色列是有接近的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這個加沙這個地區 也就是加沙的南部跟新奈半島 事實上也有接近 那他的地下道也有穿越到 進入這個埃及裡面 美國也一直希望說埃及幫忙 埃及其實也有在幫美國忙 就是努力的避免這個哈馬斯 他們從這個地下道跟外界有聯絡 把他所需要的物資援助 武器裝備從這個地下道運到裡面來 所以以色列事實上 他是應該要跟埃及保持一個相當好的關係 更何況過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或是以色列跟哈馬斯的矛盾衝突的時候 調和者都是埃及 怎麼今天卻爆發了這個槍戰呢 我覺得以色列真的是殺紅眼 他為了他的所有的軍事的需求 他不在乎任何一個國家的感受 也不在乎任何一個地區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以色列這樣的一個做法 真的是不可取 這是第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 美國跟以色列的關係 我覺得已經造成了美國在全世界被孤立 對美國是處於很不利的一個地位 歐盟的國家已經有三個國家 像西班牙 愛爾蘭跟挪威 他們已經承認巴勒斯坦國了 他們已經正式承認了 那你想想看 現在又有一個意大利 他們也在思考 是不是應該也要承認巴勒斯坦國 已經有聲音了 那法國跟德國他在內部裡面 承受到很大的壓力 也就是他的學生都已經 對於他們的政府 無能力去處理以色列的問題 無能力或是沒有強大的意志 去給以色列施加壓力 他們都感覺到不滿 這種學生運動 在不管在美國的校園 或是在歐洲的校園 其實是越演越烈 這一次的一個戰火 尤其是以色列 對於這個收容所的 這樣的一個轟炸 那內塔尼亞胡說 誤射誤射誤射 但是問題就是你一手殺人 你另外一手造成意外的悲劇 我感覺到痛心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把人殺了一口氣 先殺掉四十五個人 目前已經統計出來了 說殺了四十五個人 兩百多人受傷 然後你說我殺了兩個 哈馬斯的軍事領袖 也沒辦法證實 但是他說我殺了兩個 美國的情報單位 已經告訴內塔尼亞胡說 百分之六十五的哈馬斯 你都沒有見面 都還在 也就是說你見面的 就三層多 六層多都不在 而且你製造了更多的仇恨 那哈馬斯的兵員 就變成是 源源不絕的會有人加入 因為更多人仇恨你以色列 那他的兵員 源源不絕的加入 只要有武器單要一直送進來 他們可以一直不斷的打 不斷的訓練 那麼訓練出新的這些作戰人員 哈馬斯只會越來越強大 而且得到國際的同情會越來越多 巴勒斯坦得到的國際同情越來越多 而你以色列被國際譴責的力量 聲音越來越大 整個阿拉伯世界我們看到 這一次他們到北京 因為這是中阿盟的一個 年度的一個會談 那這個會談裡面你看看 整個阿拉伯世界裡面 二十二個這些外交部長 都到中國來 要不就是高級代表 四個國家的元首 包括巴林包括埃及 埃及的總統也來 那麼也包括了圖尼西亞 也包括了阿聯酋 他們的總統 國家元首都到北京來開會 他們的聲音全部都希望 中國大陸成為他們的一個領導人 為什麼因為五大安全理事會 裡面的理事國 只有中國大陸會站在他們這邊 我覺得美國已經越來越 失去中東 而中國大陸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是越來越高 但有一個觀察的現象是 在G20之前 中東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敢赴哪裡呢 到巴西去做國事論壇 所以說急著見一個人是誰 當然就是魯拉 G20之前特別要先見 巴西中的魯拉 是為什麼 當然去年4月我們看到 魯拉到中國去做國事訪問 雙方當然不管農業環境科技都說 有20多項協議要合作 而這一次呢 要跟巴西的聖保羅市議會 一中這個陣線要成立了 這是在中巴建交50周年的時候 所謂的巴西中國陣線 有200多人出席啊 那更代表著接下來 金磚國家的發展之路嗎 根據布利維亞總統他所說 強調金磚組成貿易集團的戰略重要性 加下來包括把魯拉拉攏進來 G20如果也站在他這一邊的話 金磚會開放許多貿易 跟準入的可能性 同時還有一件事情 美元將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金磚將會有自己的金磚幣系統 應該要徹底的擺脫 對美國霸權的依賴 那像這樣子一個聯盟跟聯邦 影響對美國可就大了 但金磚國家的銀行考慮 要為非成員國提供 資金這件事情 旗下有基礎建設 基建的融資機構 還有金磚11個成員國之外 包括肯亞在內的非洲國家 都包含在可能提供資金的名單之內 所以拜登才趕快講 準備把肯亞也列為北非 主要的非北約的盟友 趕快要拉攏回來 因為南非已經發起了 要團結金磚國家支持這個計劃的運動 如果都結盟起來 連美元的地位都準備撼動嗎 金磚國家之律這個創建 單一貨幣的這個計劃 伊朗駐俄羅斯大使證實 而且他認為這個措施就是要減少 全球對美元的依賴 將對全球經濟重新洗牌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不容易 美元目前在世界秩序的獨佔 但如果越來越多 像這樣的經濟秩序的挑戰 當然會擔心 例如像中國大陸電動車好了 扎根到南美 美國不讓它進 高關稅百分之百如何呢 南美更多的進口或管道 在那裡創建現場 一樣進到當地的市場 其中巴西最特別 已經連續兩個月 超越比利時成為大陸的新能源車 最大外銷市場 其中大陸四月對巴西一共出口多少量呢 4萬多兩 比去年同期直接暴增12倍 這代表著什麼 在這個市場越來越熱絡 而比亞迪在巴西的經銷商數量 所達到了100家 預計年底之前要增加到250家 代表這個大陸市場 正在更大的如火如荼開拓當中 現在呢 連美國年輕人都對大陸車 電動車尤其 有不同的看法嗎 官方要圍堵民間怎麼看 根據比例分析調查 有76%的美國年輕人 持開放態度 會考慮喔 40歲下年輕人 美國人會考慮買中國電動車 當然性價比啊 價格都是考慮之一 但是有這麼有大的興趣 代表它就有市場囉 那從哪裡進來 從茂西哥 從巴西哪裡進來 也是一個管道啊 那大陸為了要反制美國制裁 晶片圍堵這件事情 做了一件被說是史上雜注最多錢的一次 1.5兆 要創三基金 大基金三期來扶植半導體 這個前兩期比兩期都還要高很多的比率 最大的股東就是中國的財政部 準備要把整個自身能夠半導體工業完整化 還有這個高階製程 都能夠完善的來開發的這個規模跟目標 叫做天眼茶都能夠完善 那這樣的話 獨立的供應鏈就不會再受中國大 美國方面的牽制 而因為這樣的管制 反而讓它更快速的成長嘛 研究團隊已經說證實了 第一個叫做可編成的拓譜光子晶片 這個光譜的全能性 就代表了這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嘛 值得觀察在美國全部委託之下 本來全球供應鏈保護主義 逼使中國大陸重新有一個新的突破性的發展 賴教授 先看看巴西 巴西是這樣的 因為下個月他們就要見面了 所以這個媒體的報導 是有點誇大了一點 下個月他們在金磚國家 因為這次是由俄羅斯負責 俄羅斯是主辦國 他們就要召集會議了 俄羅斯很積極 普丁這一次到北京 就跟習近平有談了很多 有關於金磚貨幣的問題 或者是說本幣交易的問題 那看起來是有達成了很多的共識 所以在六月份下個月 這個金磚會議開始的時候 因為在這段時間內 G7也要開會了 所以雙方都在互別角力了 那這一次G7就有七個國家嘛 然後但是金磚有十個國家了 而且有很多是中東地區的富有的國家 或者是能源的產油國 例如說伊朗啦 或是沙烏地阿拉伯啦 巴西啊還有這個俄羅斯啊 都是能源的產油國 那這些國家 他們已經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強化本幣交易的時候 他們的能源用本幣交易的話 對美元就會構成很大很大的 殺傷力了 我覺得目前的情況啊就是說 當在六月份談好了以後 由於巴西是這一次G20 本身的主辦國 所以習近平一定會去巴西 進行國事訪問是一種回訪 因為當魯拉去年去北京訪問的時候 魯拉也已經邀請習近平到巴西訪問 那習近平同意了 所以選擇巴西作為主辦國的身份 那去訪問 進行國事訪問的話 那對於G20的很多議題 雙方就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因為主辦國它可以擬定各種議題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中國對於這個南方共同市場 也就是你剛剛談到的電動車 因為南方共同市場 從巴西往北走路 那個委內瑞拉再往南走 例如說烏拉圭巴拉圭 巴拉圭跟我們友邦交 然後再到這個阿根廷等 這些就是南方共同市場 兩億多人口 所以大陸當然很有興趣 而且大陸希望在集團體裡面 對於貿易障礙 尤其是對中國電動車的打壓 要在集團體中應該要有所意見 有所表達 更何況中國大陸現在 他已經開始直接挑戰美國歐洲等 他們在這個拉丁美洲 他們的車輛的佔有力了 而且是成長的速度很快 目前已經排名第四位了 然後把日本的豐田已經擋在外面了 豐田本來想擠進全市民 現在已經被中國大陸卡住了 那豐田上不去 可是大家都估計就是幾年內 中國大陸會超越美國的通用 也會超越這個德國的車子 Volkswagen等等會進入這個 南方共同市場 那南方共同市場 中國車輛可能會佔前三名 會成為最強大的最有競爭力的 那如果說他能夠順利的進入 這個拉丁美洲 也能夠在這個墨西哥發展的話 您剛提到的 那麼再往北走進入這個美國 那這個時候當美國的年輕人 消費者都要中國的電動車的時候 他們的政府要再抗拒難度就高了 因為美國的年輕人沒有台灣人 台灣的年輕人那麼順從 台灣的年輕人像綿羊一樣 當大陸當民進黨政府 不讓比亞迪賣到台灣來的時候 不讓華為賣到台灣來的時候 台灣的年輕人就順服的怪怪的 美國可能不是這樣子 現在叫做頭角真榮 大家都要爭相 其實已經不再是美國老大哥 獨大的世界的時候 來看看金磚世界 這個金磚組織呢 現在有個新的國家要加入 是東南亞國家的第一名 叫做泰國 他申請 是由泰國的總統總理發言人 柴伊所公佈的 這個月呢 就要正式申請加入金磚國家 這個目的 就是要跟南方國家加強合作 泰國有望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袖 他是這樣說的 所以現在金磚國家加強化了的地區 越來越多 人口數影響力當然也越來越大 根據日經亞洲分析 如果部分人將金磚國家 視為有美歐等已開發經濟體的 競爭對手的話 尤其中俄啊 一直領導該組織的擴展 那麼加入金磚 就有被說有風險啊 什麼風險呢 那當然泰國看到的不是風險 看到的是機會嘛 那像看三名中國人跟三間泰國公司被中國制裁 哦原來風險是這個啦 美國可能會因為你跟中國大陸太近 而有所謂的風險嗎 指涉網路犯罪活動 這個是美國財政部所宣布的 對於三名中國人跟三間泰國公司的實施制裁 那其中說是有涉及網路犯罪活動 發出炸彈威脅 炸領新冠疫情補助等等 導致損失數十億美元 算是要差一些緊猴 當然這個犯罪情景我們不清楚 這是由美方所公布的涉嫌犯罪行為 好那看看如果東南亞國家呢 離中國比較近 那可能的合作更密切囉 包括十個東學國家 宣布要放棄美元 正在規劃進行自己的本幣貿易跟交易 這個跨境交易裡面放棄美元之後 跟金磚一樣 金磚是不是也要成立自己的貨幣體系的時候 會導致更多的發展中國家 尋求結束對美元的依賴 美元霸主一直不斷的被挑戰 像包括柬埔寨增設所謂的經濟特區 是中國要來這邊設立的 那麼柬埔寨的外交部就聲明 5月25號他們的外長去訪問中國的時候 跟王毅達成了雙邊協議 擴大經濟合作 所以各種的交通物流 通通通都有合作 甚至很厲害 感恩師傅讚賛師傅 他直接在柬埔寨這裡 命名為一條路 叫做習近平大道 這個是柬埔寨首相說的 他說正式把首都金邊三環路南段 這個路段大概有48公里 命名為習近平大道 跟原本就有的毛澤東大道交相揮映 感謝中國大陸對於柬埔寨所做的歷史性貢獻 這個厲害了 所以剛剛講到提到了所謂的塔利班分子 這個中國大陸的工程師 居然在巴基斯坦這裡遇襲 被說就是塔利班分子 因為這個是發生在3月26號發生的事情 有五名中國籍的水電站工程師 怎麼突然就被自殺炸彈給攻擊 然後喪生了呢 追查了半天 根據最新的宣布 這個是巴基斯坦政府5月26號宣布的 逮捕了11名嫌犯 都是隸屬於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懷疑說到上級只是以中國人為目標來襲擊 而且重點來了 有外國的情報組織 巨額資金來支持 誰幹的 阿富汗趕快撇清 他說這不是我們塔利班政權 不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 做出來的事情 跟他們無關 因為過去他們恐怖攻擊等等 都會直接承認嘛 他們是否認的 所以是哪裡來的外國情報組織巨額資金呢 當然就耐人尋味了 賴教授看到了金磚的發展 我覺得金磚的發展它來的迅猛 去年增加了5個國家進來 本來是6個了 後來阿根廷米萊不願意 直接11個了 現在加一個12個了 現在是 那米萊不願意的話 那當然就出了問題了 但是阿根廷的情況更糟了 但是金磚的國家它是人口多 人口多就代表市場大 還有土地面積大 更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他們很大一部分是產油國 你看像巴西是產油 阿根廷 不是 巴西 像阿聯酋 或者是像伊朗 或者是沙特阿拉伯 還有俄羅斯都是能源大國 那這些能源大國 他們現在要求的就是說 因為俄羅斯它希望能夠 在6月開會的時候 他們能夠推動本幣交易 如果這些能源大國都同意 用本幣交易的話 那各位想想 他們使用美元 將會大量的減少 因為在國際間到目前為止 能源的交易最大的貨幣 還是用美元來計算 可是如果說 他們更多的用本幣交易 那本幣一定是人民幣為主 例如說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他們是本幣交易比較多 佔9成 90% 那俄羅斯現在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有多少 2400億美元 那這2400億美元中 9成用本幣交易 在這個本幣交易裡面 中國大陸的人民幣的貨幣 佔的比重高 例如說七成八成左右 或是到六七成最少 那俄羅斯的盧布佔的比重比較低 所以人民幣如果說 在下個月開會的時候 如果他們已經同意用本幣交易的話 那人民幣在國際間的份額 將會再增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本身要繞開SWIFT的體系 那如果他們一旦繞開SWIFT的體系 自己形成一個自己的貨幣體系的話 那SWIFT的影響力就會減弱了 那制裁就難了 制裁就更難了 這第二個 那因此對泰國來講的話 這就有很大的吸引力了 而泰國一旦加入的時候 它等於是東盟唯一的一個國家 加入本來印尼 事實上也很有興趣 所以如果印尼也加入 泰國也加入 那等於是區域間的 這種盟國也加入了 法國去年 他也希望能夠加入 至少能夠成為觀察員國參與 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如果法國加入等於是歐盟 有第一個國家也加入 所以金磚國家其實它 一直在這個擴容的一個階段 那這樣一個擴容 會產生什麼效果 它會平衡的G7 過去G7說話算話 它說了算 可是現在很明顯的G7 已經沒有這個影響力了 那現在是G20說了算 可是問題就在於 當這個金磚國家 一直在擴容的時候 它對於這個G20的影響力 就一直在升高了 因為這些都是通常 要不就是經濟體比較大 要不就是有能源 要不有某一些特殊的地位 所以他們的影響力 是越來越大 這樣的情形 我們看到它其實是 產生了一個平衡 那未來他們對G20的影響力 越來越大以後 G20又影響全世界85% 那你想G20說了就算了 而如果未來的金磚國家 在G20中它有巨大的影響力 而不再是美國G7的話 那G7的力量自然就萎縮了 我想這是一個實質上 國際組織之間的較量 而這個較量正在如火如土地展開 那目前來看的話 金磚成長的可能性是高於G7 為什麼 因為G7把自己的門檻定太高了 一定要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 富有的國家 所以韓國一直想加入 現在韓國被拒出門外了 所以韓國人有很大的一個挫折感 最後一個我覺得有關於塔利班攻打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師 那一個國外的情報機構到底是誰 不說 沒說 但是我判斷印度的可能性應該存在 判斷而已 但是沒有這 當我們在昨天關注埃及 本來是跟以色列少數戰隊的中東國家 當然他要促成一些跟 包括了巴勒斯坦的各種和談 但是想不到埃及士兵卻喪命了 這一人的死亡有沒有可能造成 以色列在費城走廊自己的開火 跟埃及關係的巨變呢 那現在對埃及我們來觀察可能發生的事情是 美國正在協調 仍然在努力重啟加沙之間的停火決定 但顯然埃及這個部分的態度 可能會有所改變 因為從1979年 埃及跟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以來 這14公里的薩拉丁軸線 應該是很安全的 但現在卻以色列入侵進去 而且現在還有各種的轟炸在進行當中 是不是埃及部署安全部隊 會有可能的變化 或者是這個國情的變化 現在還是會調查責任 不過他們已經證告 以色列別煽動危害邊境的安全 以色列顯然沒有要停 顯然繼續更大的攻擊 除了前一波已經有45人死亡的難民營的攻擊 受到輿論世界的譴責之外 現在又來了 5月26日在拉法的馬瓦西這裡 第二次難民營又遭到了空襲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這個半夜的空襲 讓21個人莫名其妙的死亡了 這又是一個難民營 以軍否認是他們幹的 但是這個空襟 空襲拉法難民營已經造成了另外的更多的21人死亡 60人傷 上一次是45人死亡 200多人的受傷 都是難民受害 看到這些血流成河還不夠嗎 拉法勒木吉只說 還看到了有市中心 有機關槍的戰車跟裝甲車開進來 也不管國際社會怎麼譴責 什麼國際法院怎麼決定 我們要幹就是要硬幹 那白根怎麼回應呢 難民死亡的人數這麼多 還在攀升當中 白根的回應是 國安會發言人Coby回應 所謂大規模地面進攻是指 要很多的大量的部隊 重隊編隊行事 還有多目標進行才算 所以我們現在沒看到 所以還沒有跨越拜登的紅線 美國不會改變要軍援以色列的政策 甚至共和黨 這是兩黨都一樣的 共和黨的明星海力還在軍援以色列的 他判到炮彈上面留言 美國很愛以色列 支持你們永遠都是這樣子 像美軍在胖子原子彈投放日本之前 集體簽名一樣的概念 其實這個下去都是多少的人命 跟多少的血流成河 以色列的坦克開進拉法 這已經是各國看到的畫面跟報導 卻有一個設施撤退了 坦克車開進拉法 什麼東西離開了呢 是美軍的浮動碼頭 理由是什麼呢 我曉得大家說 因為這個花了很多錢 蓋了這個花大概3.2億美元 這個浮動碼頭 因為這個設施天氣造成我們設計損壞了 所以就必須先暫停設施先撤離 所以現在先把美軍援助加薩難民設立的 這個採用兩周的這樣的設施跟碼頭先暫停 我們先撤回去了 那大家的答案看到這樣的現象 只能說網友回答的是說 美軍救援加薩難民的碼頭 因為天氣惡劣損壞了 所以就不能繼續 這是要幹嘛的 是要送物資進去救難民的 現在不能用 但是美軍持續 卻可以向以色列發送武器 所以他只是問了一個問題 想想就代表了什麼 拉法大屠殺之後支持者問 拜登的紅線究竟在哪裡 就像Copy所說的紅線 到底哪裡才是紅線呢 美國挺巴勒斯坦的組織說 拜登一直在重新定義 入侵拉法的說法 而且紅線根本沒有意義 因為每天看到都是新的屠殺 那哪裡才是底線呢 而以色列非常有意思 因為不斷地被聯合國譴責 甚至說要逮捕他 或者是說要求他停工拉法 他的做法是 以色列的議會將把這個 近東救濟工程 這個是聯合國的組織 把聯合國轄下的 這個近東巴勒斯坦 難民救濟和工程處 這個單位列為什麼 恐怖組織 所以要把它拿來攻擊嗎 聯合國這個組織 當然是為了要做難民相關的 設施跟救援 他說不排除 接下來跟他聯繫之後 可能甚至發動制裁 還好不是說攻擊 他只是說制裁而已 制裁什麼 讓他物資水源跟藥物 沒有辦法充進去嗎 還是怎麼制裁 所以他直接也是跟聯合國對著幹 自從稅子期之後 當然也是沒有停過 賴教授 美國為什麼會無條件的支持以色列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美國的政治體制 它的這些政客的背後的金主 猶太人在美國的猶太人佔大中 而且他們給的錢是非常的可觀 那這樣的一種政治體制是畸形的 變態的變異型的這種政治體制 那也就是說有錢人就能夠控制政客 政客就控制了這部政治機器 這部政治機器就決定了美國人的命運 也決定了他的盟友的命運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顯得非常的荒謬的這樣的一套制度 好 這樣的一套制度的設計 他看出他的荒謬性 所以美國無條件的支持以色列的時候 以色列的所作所為 是美國跟他的盟友 在全世界普世的價值 道德標準 人權標準都破產了 那由於這樣的一個破產 所以使很多美國國內的年輕人 使歐洲的大學的國內的這些年輕人 有血性的 有良知的年輕人 他們看不下去了 他們受不了了 所以他們在學校裡面站出來了 很多大學教授跟他們站在一起 都站出來抗議 而美國的政客卻動用他們的國家的暴力機器 然後去鎮壓打擊這些學生跟大學教授 在歐洲也是一樣 但是歐洲的程度沒有美國那麼的嚴重 那也就是說歐洲的像法國 他們就讓學生繼續去表達抗議 而警察就在旁邊待命而已 跟美國就不一樣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我們看到歐洲也分裂了 西方的國家也分裂了 西班牙 葡萄牙 愛爾蘭 還有挪威 他們已經沒有站在美國這邊 法國馬克龍也生氣了 也沒有站在美國這邊了 德國也鬆動了 搖擺了 所以歐洲的價值觀的體系也分裂了 那原因都在哪裡 都在於以色列 那以色列也不代表整個以色列人都是這樣做 而是來自於以色列的政府內塔尼亞胡 他本身的獨斷專行 他的獨斷專行也造成 他在海外的外交官的處境越來越艱難 不管是在聯合國或是在國際組織 或是在世界各國的外交官 他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 因為他們感受到他們被國際孤立 他們被譴責 他們被制裁 可是他們又改變不了他們的這個政治體制 因為內塔尼亞胡他掌控的這個政權 而反對黨沒有辦法推翻他 那他也不肯改選 他也不肯解散國會 所以他就繼續掌有這個權利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之為民族獨裁 其實台灣也發生這種民族獨裁 也就是你民選出來了以後 他的獨裁專制集權 會讓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這種現象造成美國在國際之間 他的越來越孤立 越來越沒有道德 越來越沒有標準 而當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殺 這一些巴勒斯坦人的時候 我們看到世界的公憤已經到了臨界點 可是美國依然送武器 送錢給以色列 然後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 一手繼續殺巴勒斯坦人 一手說造成的意外遺憾 各位您不覺得這是人類間最荒謬可笑的事嗎 在大陸在亞洲的局勢 它也有很多的布局 包括了跟東協阿拉吉關係 我們待會看到的是全長約48公里 現在柬埔寨要在首都金邊 命名一個習近平大道 柬埔寨的總理洪瑪內說了 他說了我們要捐一個習近平大道 而且呢跟中國駐柬大使王文天 共同出席這道路的命名儀式 但別忘了1965年的時候 西哈努克太皇才命名了一個毛澤東大道 一個雜誌大概60年之後 紅馬內就命名習近平大道 成為兩國歷久彌星既往開來的心理全碑 那麼現在中資的 在柬埔寨的運河也惹異了 因為它賜資544億元 越南擔心中國會拿來用軍事用途呢 你可以看到柬埔寨在8月要啟動一項 耗資17億美元的運河工程 這個運河被命名為重復南運河資金來源 就是中國大陸 這一條運河開挖了之後呢 往後呢中國的禪艦呢 就可以直接走內河 不一定要走到南海 它從昆明或是哪裡 直接沿著魅公河 這樣子一路下來 就到金邊就可以出海了 那麼旁邊就是雲壤的海軍基地 但是現在鐵桿朋友柬埔寨是說了 他說中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支點了嗎 那麼中檢金龍2024聯合演習昨天結束了 在演習之前呢 中國為了柬埔寨包括了雲壤海軍基地 在內的軍事設施進行了現代化的更新 金龍軍演象徵著中檢的緊密關係 這個軍演2016年以來定期舉行 在金邊2017年取消了跟美國的軍演 所以過去一向忽略柬埔寨建立關係的美國 也發現開始苗頭不對了 所以他們的國防部的防長呢 準備在六月出席香格里拉 對話之後也要到柬埔寨去訪問了 但現在不只柬埔寨 包括泰國他們都想要爭取這個金鑽加深 還想加入OECD 泰國內閣日前批准了一份政治申請的草案 他說在這個月內呢 會申請加入金鑽國家的合作機制 如果申請獲准了 泰國將成為這個組織 中離一個來自東南亞的成員 而我們要讓你看到的是 今天的焦點香格里拉對談已經開始了 外界關注這菲律賓會怎麼說呢 中平關注說 東盟多國領導人亮相 香格里拉會談會講什麼 尤其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跟印尼當選總統普拉伯沃 已經確定會做主旨發言 那麼現在今年4月呢 這個普拉伯沃就已經先訪問中國 已經打破了慣例 也是印尼史上 還沒有就職之前就出國訪問 而且將中國作為第一個首訪國家的 當選總統 這也充分體現他們認識到了 這中國大陸的重要性 但小馬可氏一定會提及到南海的問題 他要怎麼表述 接下來也反映了菲律賓政府 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跟立場 那麼菲律賓總統說 正在嘗試所有的機制 以確保南海和平的穩定 小馬可氏說了 菲律賓跟中國之間存在某種中間立場 政府正在是一個適合菲律賓的機制 但是毛寧就說了 在南海升級局勢頻頻挑釁的 不是中國大陸這一方 而是菲律賓他們 中方同菲律賓的對話溝通大門 永遠都是敞開的 只不過我們還要帶您來看到 現在中澳的關係是不是稍微回溫了呢 因為大陸解禁澳洲五個牛肉廠商的進口 澳洲農業部長也講到了 中國取消對澳洲五家主要牛肉生產商的進口禁令 即日生效就是中澳關係改善的最新跡象 儘管現在美國跟歐盟 對於中國的汽車設置了這一個壁壘 但是澳洲人購買的量還是創歷史新高 透過這張圖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的汽車已經成為澳洲新車的第三大熱門人選 甚至還把南韓擠到了第四名 中國汽車在澳洲崛起的速度測租是相當驚人 銷量從2014年的4154輛 要升到了已經是193433輛 成長的很大幅度都是電動車 而且你可以看到去年在澳洲賣出的8萬多輛的電動車 其中有7萬多輛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賴老師我們就想要來請教一下 您怎麼看現在大陸是不是拉緊了跟東西的關係 中國大陸跟東西的關係 進展的速度越來越快 因為經濟要好一定要通貿易 貿易要好一定要通大陸 不管是高速公路不管是鐵路 不管是海運航空還有內核的核運 也就是運河 那麼如果能夠多利用的話 那彼此的互同有無的貿易就暢通 暢通大家都有生意做 經濟生活就會越來越好 那經濟生活好大家都開心 因為每個人都賺錢 經濟比較好比較寬裕 就能夠有更多的空間做好多的事 你看現在跟柬埔塞的關係 因為中老鐵路的成功 跟老挝也做我們台灣叫做寮國 中寮的鐵路的成功 使很多的寮國的產品一直往中國大陸賣 大陸也往寮國賣 那泰國也後悔說 當初為什麼選擇跟日本 搞了半天搞了20年 什麼都沒搞出來 所以泰國現在也要導向中國大陸 希望中國大陸來幫他們 那柬埔塞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個寮國 就是老挝 那它的鐵路要再往南通的話 它還必須要轉彎 這個時候有一條很好的要道 就是這個運河了 如果把這運河著通的話 那基本上來說 這個核運它是更便宜 而且運載量是很大的 而且因為距離並不太遠 那這樣的話 時間也是能夠滿足需求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大計劃的開通 對於未來柬埔塞的發展 那不得了 那當然柬埔塞的經濟越來越好 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越來越緊密 那軍事的合作的關係 從經濟 政治 軍事 那雲良基地的一個開發發展 對中國大陸來講 對寮國 對柬埔塞都很重要 柬埔塞在過去也承受越南的壓力 也承受英國殖民跟美國的壓力 那它現在跟中國大陸緊密關係之後 它相對來講就更加的安全 那未來中國的軍艦 因為中國已經有好幾次 在這個地方舉行軍演了 那麼也有軍艦在這個地方 將作為較長期的庭號 所以未來中國大陸用雲兩基地 作為它的進入南海的話 它的距離就縮短 所以它支援南海作戰 它就更加的方便 而且要進入馬六角海峽 它的距離也就縮短 時間當然也就縮短 所以我們看到中減的關係 確實是明顯的改善 那軍專的成效越來越好 然後它本身的力量 越來越強大的時候 它事實上已經開始 跟G7是相互抗衡 而且已經可以影響到G20 因為G20才是目前來講 最重要的一個機制了 因為G7已經不能夠再制定 決定全世界的經濟秩序 所以目前來說 由誰來制定這個規則 其實就是在G20 在這個會議中來制定 為什麼 因為G20這20個國家 它的經濟佔全世界85% 所以他們說了就算了 那如何能夠在G20中 具有影響力 那每個人都要選邊站 都要選一個地方來靠 可是G7的規格太高了 它一定要是富有的 工業化的國家 所以很多人就沒辦法加入了 可是金專不是 金專是發展中的國家 南方共同市場 南方的國家都可以加入 所以我們看到它把能源的國家 例如說把伊朗 把沙烏地阿拉伯 把阿聯酋都拉進來 把非洲的幾個代表國家 南非還有另外一個非洲國家 都拉進來 那現在有會吸引東盟的國家 那就是泰國 那泰國也已經經過國會同意 也已經遞出申請書了 所以如果東盟 泰國要加入 印尼一定會有興趣 也要加入 那這樣的話 它就橫跨五大洲 橫跨五大洲 它基本上的吸引力 而且產生的影響力會更大 因為它的門檻沒有那麼高 G7一定是要富有國家的俱樂部 可是金專不是 那金專的影響力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想想看 他們在20國的會議中 他們本身的話語權就會 越來越多了 所以未來G20 已經不會再是美國人 主導的一個會議了 事實上現在是發展中 中國家跟美國的G7 在相互抗衡的一個